刚才你也建议了两个内银股 招行、油柱行 还有亚洲区Risk的ETF 你说打好底线了 如果你说想进取一些的 又可以有什么推介呢? 916 浪月跌力 不是不买吧? 开玩笑而已 刚才我今早乘车来的时候 我会看报志 我看了经济日报的评论 再加上刚才阿妹这样说的话 有一定吸引力的 所以第一个 我很难说 人家刚刚两分钟之前 说要买农业电力 我说不行 千万不要买农业电力 那我还用来做 也不是的 你去家有看法 不不不 我觉得OK的 我们一开始 所有东西 我都是要一致性的 我们之前说的 现在的市场就是天国和地狱 有政策支持的 就是说会做得好 当然可以有很多变化 也不是单一的因素影响着它 但是没有政策支持的话 就是一个原罪 所以相对上来说 刚才提过政治局会议 大家花点时间看一看 好像一些的 一些Bible 值得要去看 有很多投资的概念 所以一些叫做炭中和概念等等 新能源 风电法力 都是受惠其中的 还有走势上都是英俊 都是突破了之前的区间的 如果你说测试区间的底端 大概14元附近 又受得住的话 那就是的确实可以买 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相对于来说 我又给另一只ETF 都是最近很多人说的 209 都是接近于同一个概念而已 就是Google X 又是Google X 刚好 中国杰能 以往来计 我就少推介的 我二八四五 就是我很公平的 我有说 我当然认励了 但是我没有说 就是没得认励了 因为中国杰能来说 二八四五 我就有说了 209我少说一点 因为中国杰能 大家都知道是好的了 但比较多股份 都是一些A股 我自己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我就说 两体了 有人觉得 A股才多这类股票 个别自己看 我又不懂 我懂的就自己买 我买港股就可以 我买农原就可以了 我看A股就因为我自己不懂 所以我才靠ETF 所以也都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当时就比较少推介 所以你说 我一定要买了 在现在的政策的光环之下 除了农原电力之外 我想中国杰能 都是其中一只市场多降 股价表现好的其中一只股份 好了 如果真的买入价的话 那就要低一点 这只真的很厉害 反地心急 不是一天 那只 是说会慢慢慢慢上 这个就是政策的威力 我自己觉得 我真的有点保守 好像放得太低 我真的想落下140 138元左右才买 因为这几天来说 在上面大概150元 似乎就顶得实 好像猫背兄弟那样 顶住了 顶住了 升不到 那算 落下一点 落下138 140 我就先觉得会是比较吸引 但我重新一句 记住 我觉得市场就未完全跌 不是说会跌很多 但是暂时都是区间上落为主 这个水平再上空间 暂时未必太多 所以大家绝对有权利就是 我暂时不买住 观望下 看定点 停一停 等一等 想一想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些投资者 我本身都是没什么课 拿了三分一课 这些位置去做一些 慢慢叫做部署的 我又觉得可以 所以我们提供的信息 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一个最后的操作和判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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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